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MRI波浦分析它提示有脱水翘性病变的可能 但是也不能排除肿瘤性的病变 此外脑干视觉听觉诱发电位中 它提示我们有双侧视通路的一个受害 此外MRI增强小苗病变有一个均匀性的一个明显的强化 也是比较支持前面一个原发性颅内灵败流的一个诊断 所以综合以上的结果我们考虑这个病例中它以脱水翘性病变的可能性为大 但是那个血管性的病变以及肿瘤不能排除 就是我们以上的一个讨论的结果 谢谢大家 这个同学们讲的都很有道理啊 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这一张这个始终政治片子 没有一个同学来提出来啊 我在上课的时候 你们都听过我的说吧 我在上课的时候讲了这个痴瘤症 那么多发硬化 它的一个最有特征性的表现 在这个激性期的时候 就是看到我们这个这个时候这个病例它已经有了 那么它的症向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核心加软缘 这个痴瘤症 这个我在上课是特别重点提出来了 实际上不是每个病人都会出现的 只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这样的痴瘤症性的表现 看这个病人 它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最 啊 电头主体这个地方 啊 这个最大的这个病灶 它就是有这样的 中间是个核心 外面有一个永环这样的 啊 而且我看到其他几个病灶 都有了一点点这样的真相 所以实际上我们 实际上我们 要是有人 啊 指出来这一点 它就是 应该是 很相似一个 多发硬化 啊 当然 后面的一些 因为这个病人 他的领方表现求实 啊 有他的这个 特别的地方 啊 我们要考虑那些 啊 像这个肿瘤 啊 像这个 炎症 包括水果炎这样的 都是 在这个间谍诊断里面 也是 经常 搞混淆的 啊 经常搞混淆的 但是有位同学提到这个 这个淋巴瘤 就是我 这个我们自己 都 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 啊 有淋巴瘤的病人 开始诊断是多发硬化 他们是有 在早期的时候 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的病灶 也是在这个中向部位 啊 嗯 像淋巴瘤在中向部位 实际上 他也就是在老师的旁边 啊 在老师的旁边 他有人型的 有同人型的 他最 嗯 最狡猾的一点 就是他对急瘦的反应 相当好 有些病人用到急瘦之后 病床表现也消失了 病灶也消失了 嗯 这个医生觉得他自己很有所谓 我们一下就把它治好了 没想到过不了多久 他就再发了 啊 所以这个淋巴瘤 这个病人 他很容易再发 啊 很容易再发 啊 啊 他有 迟早会出现的 站位效应 啊 因为整流嘛 站位效应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啊 我们这个片子 他造了好多次 他都没有 站位效应 啊 啊 那么讲到 就是在 投水消病边 这更整流病边 最需要见面的 就是淋巴瘤 其实是胶脂瘤 啊 在一起是 转移瘤 但是转移瘤 它的这个差别瘤会更大 啊 转移瘤 它的这个整流 都是模型的 那么它的这个 所以这种 站位效应 都是很明显的 唯有不明显的 胶脂瘤 它还有很多的 站位效应 不明显 啊 它有些偏良性的 胶脂瘤 站位效应 不明显 那么转移瘤 都很明显 而且都是 多过病障 而且呢 一般 都能够查到 然后冒的病 而且呢 转移瘤 最常见的来源 就是肺 其次 就是消化痘 所以就是讲到这个肿瘤 那么像炎症 啊 我们讲的这个炎症 或感染性的病变 它还不是一回事 啊 那么感染性的病变 就是唯一生物感染 比如说 眉斗 艾滋 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病斗 这个是感染性的病变 像同胞囊疮 像风势 像干燥中化针 这样的 是一些炎症性的病变 那么这些炎症性的病变呢 就更 也是难得见面的 因为它们也是一些知识免物性的病 是 系统性的知识免物性的疾病 因为 它们 系统性就影响了多个系统 比如说 我们把囊疮等这样的病变 它会影响到 皮肤 肾臟 脑袋 啊 包括周围什么 都可以 都可以影响到 啊 所以呢 而且它的病程 但是也是个很缓 缓慢的 可以是一辈子的 多次的发病的 啊 但是呢 现在我们都有手段 都有手段 需要完成这些检查 因为像我们脑胖 像干燥症祸症 它们都有疼疑的抗体 一检查就可以检查 所以我们脑袋里面 要想到这个问题 比如说干燥症祸症 啊 有很多干燥症祸症 它在 做这个女士做痴祸症 那是康姆是任何差点的 啊 它脑袋里面的病灶 可以和这个特殊症祸症 是一样的 啊 那么它不同的就是 它有疼疑的抗体 啊 它会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干燥啊 这样的一些表现 感染性的病变 我们也排斥了 血管性的病变 也都检查 已经做了 血管是干干净净的 还好的 所以呢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 我们呢 是应该考虑它是一个 脱损效的 啊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 斗发硬化 啊 要进一步的 去验证 中国领导的观察 啊 这个斗发硬化 它也是一个动态的 观察的过程 不是说一次 我们就能够把它求诊 啊 但是这个病人呢 啊 应该是 很有可能的 啊 脱发硬化 我们不能说 就是严格 所以你刚才我们呢 现在的这个 啊 领导的整个标准 你看 它还不复活 因为在 发生的这些病灶 都还是新的病灶 啊 虽然说 它的 它的发病的 开始的发病的过程中间 有多次的发病 但是那些多次的发病呢 时间都很大 好像没有超早的思想 所以呢 也不能说 这领导 就是我们 但是 从我们的整个标准来看 它和隔部上是多次的发病 所以呢 这个病人 真的说 多化硬化 很有口感的 但是 根据它的这个 嗯 影像的这些资料 这个病人呢 基本上 可以协定 我们领床上 是可以诊断 但是它还没有 严格的 这个 多化硬化的这个 诊断标准 这样的要求 好 我就讲到这里 我相信 我相信 你也不知道 我相信 你也不信 我相信 你怎么不信 你别再诊断 你怎么会 我相信 你都不信